11月23号 我跟我太太带着我们的狗 拉姆 带着我们的猫咪 开着我们的小房车 第一次出去旅游 这个车倒是不错 是那个 丰田的Tandre 5700 拉这个小房车 是非常非常轻松了 路上跑起来 后面好像就没拉什么东西一样 我们到了这个露营地 第一个露营地是在 洛杉矶跟圣地雅各之间 一个海边露营地 非常的美 这个是一个老露营地 它这个地方没有水没有电 但是有公共的卫生间 跟洗澡的地方 到这才知道 我们的房车属于小房车了 这里有很多大房车 当然也有很多人 开着各式的这种露营车吧 还有这种帐篷 你看我们就在这 你看他们就是开了一个面包车 然后就拉个帐篷 这个海滩呢 属于一个冲浪海滩 特别的好 我们家的狗也比较喜欢 再就溜了一下 你看我们家的狗 跟我们太太关系 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是第二天的清晨 我一大早出来溜狗 然后看到有人钓鱼 然后呢 我太太再给我就做了一顿 我们老家新疆的羊肉中边片 非常美 吃完以后 我们就向第二站 准备去往这个圣地亚哥去 圣地亚哥我们也以前去过 这次只有一个景点 圣地亚哥这个露营机呢 就比较好 一晚上的停车费 大概是七十多块钱 昨天的是一个四十多块钱 很便宜 然后今天我们的景点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航母博物馆 别的地方以前陪朋友都去过 然后到了这个航母以后 我们感觉也是比较精进的 一个四几年造的东西 让江泰公看 怎么明显的这个先进程度 比咱们那个辽宁舰 看着还要好一点 当然我的感慨也是比较多了 上面有一些二战时候的飞机 还有一些五六十年代的飞机吧 没有很先进的 游客也很多 航母太大了 上面下面我看 加起来能有十层楼 从甲板到这个指挥室 可能得上五层 然后从甲板再下到这个 下到轮机室吧 右的五六层我看 最后一层我都没下去 因为底下还是比较闷 我下到这个机械舱那一块 看了一下就反上来了 这样只是看了一小部分 如果全部看完 假如说你是个航母爱好者 我估计一两天 你也未必转得完 还是很有意思 这么来看美国的军事实力 还是非常非常大了 这是一艘二战时候的航母 看着都很有气势 那么不知道现在的福特号航母 会有多么的先进 里面将近两千人在这个船上生活 然后训练 然后作战 也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里面的生活空间也非常小 然后到处都是那个狭窄的 那个小舱吧 小房间 但是它里面配备还基本齐全 我看有餐厅 棋牌室什么都有 这次是上我第一次 跟我太太实际到一个航母上去看 感触还是颇深的 明天我们将会去拉斯维加斯 请大家继续关注江泰公夫妇 房车游美国系列节目 谢谢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